农历新年那段期间 我花了大部分的时间 在制作美国故事的半半堂影片 这支影片 是这频道时尚最长的影片 制作它也耗费了我大量的心力 终于埋头做完后 我拉开窗帘 看到了久违的太阳 我心想 妈的 老子要好好放个假 3月的我 已经放假耍费了一段时间 此时 我正在街上 扶本月第349个老奶奶过马路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幸运小福星 幸运的幸运小福星的幸运 可不是从天而降的 每个人做好事的时候 都会默默累积幸运指数 等累积的幸运指数 高达1500的时候 你就会像我一样 变成幸运小福星 所有幸运的事物 都会发生在你身上 信不信由你 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鸡龙 有着与都的称号的鸡龙 站在出发前 身边的鸡龙人 就开始说出各种有关鸡龙的传言 以前有一次我开厨师机呢 嘎嘎嘎嘎嘎 倒水就到处里跳鸡龙壳了 嘎嘎嘎 你有没有听过 诺亚放载的故事 嘎嘎嘎嘎嘎 发生在嘎嘎嘎嘎嘎嘎 鸡龙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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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基隆都有不开车的 嘎嘎嘎嘎嘎 开潜水艇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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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大拢店酒 煮饭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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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西饭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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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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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传说365天中的3650天的下雨 但是 会台号后已经完遍了台南 台中 高雄 宜兰 甚至是嘉义的我 知道有一天总会轮到他 没错 这次的假期 我要挑战雨都七龙 为此 极度厌恶下雨天的我 从能力行业开始疯狂健身 就是为了每天扶900个老奶奶过马路 到3月时 我已经扶了破亿个老奶奶过马路 就是为了避免基隆下雨 早晨 我看着这次要跟我一起出友的好朋友 严谨善心心与爱心 说到 不用搭火车 老子载你 你有车哦 No 但是 我是这样口说空话的人吗 错误 在2022年 非业配 只要这个叫做iRent租车APP 就算没有车 也可以随时在路上走到车来开 对 欢迎来到未来世界 只要一台手机 随时都能召唤车子 科技的力量 不会开车 也可以召唤机车 科技的力量 不小心走路走到失人之部落 也可以靠手机打开GPS导航回家 科技的力量 总之 就算没有车 也可以随时在路上找到车来开 哦 那你注册了吗 这不是一下载就能用 注册要等审核 打了约一个小时的火车 我们终于抵达基隆 幸运 幸运 大幸运 谢谢你 老奶奶们 奇迹次的 基隆不止没有下雨 还是顶着太阳的大好晴天 就如同我 幸运小福星所预料的 整个天空 都是幸运的颜色 没错 我是带来幸运的幸运小福星 幸运之处一百千兆万 但是 今天是否是最旧级的幸运 还很难说呢 本次旅程重点之一的人气蛋糕店 由于超小一家又是一人作业 每款蛋糕都有卖完的可能 但是 看着IG上的图片 我的胃 早就变成草莓生乳酪蛋糕的形状 我早也无法不得到它 那块蛋糕 是替这次旅程画下完美据点的最后一把钥匙 只要得到它 我才能确定自己是最高效级的幸运的幸运小福 这块草莓生乳酪 刚好是最后一块给你哦 哦 再送几颗草莓给你们好了 幸运 幸运 超幸运 果然 幸运小福星是真的 我累积的应得 是基隆之旅不像漂亮的尾声 虽然造成长有点无聊 但这一天 已经因为蛋糕生影片跟太阳而圆满 不过幸运 幸运 比幸运更幸运 我的租车app 也超高速的在天黑之前就通过审核 远远比预期的两三天更快 不用搭火车 老子载你 幸运小福星 我 再次开口说出这句话 不一样的是 我这次握着方向盘 像是一个开着车的开车的人 我们不到一小时就能进入开到我家门口 完美的一天结束 个屁 眼看自己的家门口就在眼前 但我们绕来绕去 就只找不到任何停车位 我一边开着一边心想 怎么可能 老奶奶呢 你们去哪了 为什么幸运小福星会找不到车位 就在副家的我朋友 他的眼白面积慢慢增加 汗流加面的我 跟朋友想出了对策 我家所在的A区已经确定没有车位 死如三条 我们只好开到三公里外的B区的停车场 然后其他人都没有车位 然后再用朋友的手机租一台机车机会A区的我的家 可是不幸 不幸 大不幸 我们的手机各自剩下3%跟5% 什么第一年的科技的力量 租车租轻车开GPS 只要手机没电通通变成屁股 在身上每一分钟的体感时间都延长去10分钟 我们以免担心着手机没电无法还车 以免抵达B7的停车场 一停好车 我就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YES 果然是幸运的幸运的超幸运的幸运小复兴 我的手机压线撑到了成功还车的一秒后才断气 我一边开心的大叫 一边开心的大叫 在我的手机完成任务之后 我朋友拿出他那剩下5%的手机 开始寻找附近的机车 幸运 幸运 超幸运 我的背包呢 不信 不信 激烈不信 我把装着装着我所有卡片证件现金的钱包的小包 放在此时已归还上锁的车上 我们超立刻冲回去停车场 生怕这台车被下个路人给租走 而我的装着装着我所有卡片证件现金的钱包的小包 很有可能就会直接被送往他们的任何一个角落 此时 我朋友的眼球已经彻底从眼白中消失 告诉奔会停车场后 我们隔着窗户 看着能躺在驾驶座上的小包 我们决定用他手机谨慎的无怕来开启车门 打开车门后 小包终于回到我的手上 接下来只需要还车 但是 经理下载Iron的APP 又经理登入我的已经审核的账号 又再找寻同一台车 然后再开车门拿去小包的过程 他的手机也只剩下3% 啊干变2%了 我们的呼吸通时终止 看着系统 此时 一切的希望 都只能依赖幸运小福星最后一滴的幸运之力 仿佛像是我们今天的运气已经用完一般 这一次 普通的手机并没有撑到还车完 就已经死去 Iron的车 只要在15分钟内按取消并还车 就不用再收取一次的车钱 但是现在 别说是还车 就连租机车的选项 都由我们两只手机先后死去而一同幻灭 要是现在从这里搭捷运回去 到家冲好电台还车 至少了一小时 还要再付一次根本没有用到的租车钱 我们满头大寒的看着还不了的车 发现捷运末班车已经开走 手上两块变成废铁 租不了车也开不了地图的手机 眼睛流血 幸运小福星买ass 故事的尾声 幸运小福星后者的影片跟路人借的手机 好奇是一对非常善良的男女 让我们用他们的手机登入自己的账号 并且还车 如果你们有看到这支影片 大谢谢 接着我跟朋友不信不信 极度不信 能用最原始的方式 从B区走了一个小时走回A区 介绍一整天在基隆走过的景点 市场 妙口 回到家的我们 断腿断脚 各位 不管你服过多少老奶奶 出门都要记得带行动电源 接下来继续唱片会员小饼干 对了 现在影片都可以超级感谢了 真爽 先这样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